8月24日 烏克蘭總統子倫斯基在以烏克蘭為主題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表示 俄羅斯在烏克蘭中部蒂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一個火車站發射了導彈 他是在一次紀念戰爭六週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的 該日期也恰逢烏克蘭獨立日陷入困境的領導人解釋了鐵路襲擊的更廣泛意義 子倫斯基通過視頻鏈接說 這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 這就是俄羅斯為這次聯合國會議做準備的方式 導彈襲擊造成了死傷 並警告說死亡人數可能會上升 成親上萬的人被殺 數百萬人逃離家園 城市被轟炸摧毀 俄羅斯否認在一場被稱為特殊軍事行動的衝突中故意針對平民 在首都 澤林斯基和他的妻子 澤林斯卡參加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祈禱 以紀念獨立 並參觀了各個地點 以向墮落的烏克蘭人致敬